翻滚吧男孩这部纪录片让很多人为之感动 而高雄市新铁和大树两所国小的女子体操队 经由黄国勋和许维山教练夫妻党调教之后 在南台湾也逐渐发光 这对夫妻党11年来默默在基层复出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替国家打造另一业 翻滚吧女孩的传奇 身形娇小的学员 踮着脚尖站在平衡幕上练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好几个人都差一点就摔下来 我扫一下 但是大家最后都撑住 孩子们稚气的脸庞流露出坚毅 而另外一旁也有其他女孩 等着跳马练习翻滚 一遍又一遍毫不厌倦 他们坚信苦练是通往金牌的道路 今年不错 然后最好的一次是在93年 难过了全部的第一年 新田大树两所国小女子体操队 两校的教练黄国勋许维山 正巧是夫妻党 他们在大树区培训的选手 每一年都为高雄争光 当中还有不少人成为国手 不过11年来 这对夫妻党也曾经有过低潮 但是为了培训孩子 他们都挺过来了 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那很多小孩子他就没有办法吃苦 所以就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不练的时候 那时候心情真的是很低落 黄国勋教练说 队员中有好几块蒲玉 未来指日可待 讲到这边 他的眼底绽放光彩 联合报王朝月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